就是你到底在急什么呢 印度的经济时报透露 过去四年因为中印关系的紧张 导致印度电子制造商损失了150亿美元 造成十万个工作岗位的流失 如果说中印关系要走向和解 还是有重重的难关 第一当然就是在边境问题上面的领土跟主权的问题 而第二个很关键的就是所谓的外部势力的干预 一样就是背后呢 也是老美在背后的这个死串 第三也是在内部之间比较反中的氛围 大陆从来也都没有放弃合作的大门 还是取决于印度 他到底要不要选择和平经商发财的道路 好 这一节我们要来关心的是 来自于印度的首席经济学的顾问 他叫做纳格斯瓦兰 在今日印度电视台 他意外的抛出了对中的一个新路线 来看到他说 印度对中国大陆的贸易赤字 他认为已经现在高达了870到900亿美元 单从中国进口的廉价商品 他认为是根本不利于印度自己本土化的制造的 反而是吸引中国厂商来投资设厂 才可以促成这些相关技术的转移 带动整体印度的出口做成长 我们看到印度的经济顾问雄心很大 希望陆场能够到印度去做投资 但是我们来对比西方国家 美国前总统川普才说他要接下来 可能对中国大陆的这些比亚迪来课征 高达200%的关税 要比亚迪去美国来设厂 那印度现在说这些话 他的底气跟理论又是什么 周老师怎么看 首先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说 印度的财政部长这两天已经公开的支持 这个经济顾问的说法 所以看起来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在印度是有得到 是得到不少人的这个支持跟认同 那印度政府未来是不是有可能会修正他的政策 也看起来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那这个当然要有一点历史背景 因为其实从2020年开始 印度开始加强 加强对于这个来自中国大陆投资的审查 其实就是收紧了对中国大陆在这个印度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机会 那同时其实我们也看到从2020年开始 印度对于中国大陆的一些电子商务平台也好 或者是一些这个通讯软体也好 其实都采取了一些限制的措施 那这个其实在亚洲国家是比较少见的 那印度算是一个例外 那这种做法当然跟这个中国大陆跟印度之间的这个边境的这个冲突有关系 也从那个时候开始印度全面 就是说中印关系全面的这个激动 然后呢印度也缩紧了它的国内市场 跟中国的大陆的互动 但是这个发现到说 这个会对印度带来很大的挑战 为什么呢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像说Apple 它原来是说在2025年之前 要把四分之一的这个产能移转到印度去 那很多这些产能原来是从中国大陆来 好 那现在到底能不能兑现 其实已经有些人开始怀疑 可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让中国大陆的厂商到印度去投资 你那个产能就过不来 比如像说很多的大陆 原本大陆的产能是跑到了越南去 但它怎么跑去的 它不是从这个美国啊 从欧洲啊 直接跑到越南去 它是从大陆跑到越南去 事实上你看到越南对欧洲对美国出口激增的同时 中国大陆对越南的投资也激增 所以它的产能移动是从中国大陆投资到那个 被接收这些产能的国家去 所以同样的印度你如果限制中国大陆的投资 其结果也会阻止了 也会减缓了你的产能扩张 所以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楚的 其实墨西哥也是一样的情况 我觉得印度总算现在有一些人把这个问题看清楚了 所以我认为未来这个政策调整的可能性应该很高 好所以政策调整其实也是为了自己 在国际上能够增加自己的出货量 整体的产能 刚刚卓老师已经帮我们提到这个中印之间的问题 从2020年开始就非常的严重 尤其是画面上我们看到这个圈起来的地方 印度跟中国大陆的边界部队在加万股这个地方爆发的冲突 两国从这个时候开始 政治军事关系陷入非常紧张的状态 那莫迪政府近年来刚刚特别提到 审查大陆投资还有什么逃漏税等等 然后进了200多款大陆的手机相关应用的APP 还有大陆的网站等等 从那个时候开始几乎中断了发放所有中国大陆公民的相关签证 现在你说双边的关系有办法 因为这一位经济顾问一句话 就稍稍有一些缓和有一些改变吗 到底还有多少的事情需要被克服啊 汉婷怎么看 印度的外长苏杰生前两天跟王毅碰面的时候公开讲 他说稳定两国的关系符合双方的利益 要有使命感和紧张感紧迫感来处理问题 为什么要有使命感和紧迫感 就是你到底在急什么呢 印度的经济时报透露 过去四年因为中印关系的紧张 导致印度电子制造商损失了150亿美元 造成10万个工作岗位的流失 不过印度也不用太担心了 因为台湾已经开放印度劳工来到台湾了 我们认真来看 就是当前如果说中印关系要走向和解 虽然经济是一个因素 可是呢还是有重重的难关 第一当然就是在边境问题上面的领土跟主权的问题 因为双方都认为这个我们是领土争议 不仅是有历史的纠纷 而且呢还有这些冲突的事件 从2020年以来 双方呢就军人的这些死伤 造成了双方的不信任 而第二个很关键呢 就是所谓的外部势力的干预 一样就是背后呢 也是老美在背后的这个死串 就是呢告诉印度 你应该要去跟中国大陆对干啊 那过去呢印度跟中国大陆 往往在面临和谈边缘的时候 那他也得稍微看一下这美国的意思 那这样子当然就没有办法达成有效的和谈 或者是有效双方关系的进展 因为背后还卡着一个美国 那再来第三呢也是在内部之间 可能都各自会有民族性 或者呢都会有一些 这个彼此的这个同仇敌派 那很显然的在印度内部呢 他们也是会有这个比较反中的氛围 尤其像上半年 这个莫迪还在选举 他如果对于中国大陆关系过度友好 他也会被在野党骂 你是这个亲中的啊 你是这个中共同路人啊 所以各国的情况其实都相当的类似 那当然啦在民间的氛围当中呢 就在大陆的内部也很可能呢 会有一些对印度比较不信任的这些言论 所以面对这些最基本的 包含领土 主权 然后或者呢是外国司令 以及内部的这些鹰派 都是未来应该要克服的难关 那即便呢经济上是能够有合作的空间 那大陆呢也是愿意合作 但是呢大陆从来也都没有断绝 或者从来也都没有放弃合作的大门 那还是取决于印度 他到底要不要选择和平经商发财的道路 好 所以印度一直想要跟中国大陆 恢复友好关系 主要是在经济上面有这个急迫感 刚刚特别和您提到这个电子业的失业潮 我们现在看到说 那除了经济我们来关心之外 还有国防自主的路 现在印度是说 我们希望能够自己走自己的路 不要再靠别人了 真的有这样子的机会吗 来看到印度国防部也是最新的宣布说 本土国防产业的产值 在2023到2024年的财政年度达到 我们把它换算新台币是4928亿又8千万元 创下印度建国以来 已经是最高的一个数字了 那总理莫迪呢 也在社群平台X上面发文说 这将会提升接下来印度国防装备品质 同时他认为说印度能够更加的接近国防上面的自主 但是我们也知道国防自主要花钱 又需要很好的基础建设 稳定的科技相关供应链 到底印度现在有没有这样子的能力 如果可以 为什么又需要引进这么多相关的中资 是去来帮忙他们的国防科技业吗 夏伟哥又如何解读 其实以印度来说 印度要能够发展国防工业的条件 如果跟台湾相比是好上非常多 为什么 第一 它的人口多 第二 它的等于市场基础也够大 不过呢 由于过去印度它本身整个基础 在开发跟建立的这个过程里面 相对来说它有非常多相应不足的这个地方 所以你看到过去它的这个武器 还是以输入为主 那当然现在在于就是说 它本身的人口足够以后 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市场也有足够 其实武器 或者说那个军事科技的这个发展 它很大一个部分是 既是属于这个技术这个秘籍 那个技术资本秘籍 又包含那个科技技术秘籍的这样一个部分 比如说你要有好钱 而且你要有技术 你如果没有 如果你有钱没有技术 也很难做得好 那像印度来说的话 它现在渐渐的有钱了 然后它的技术本身也相当的这个优良 那在尖端的这种科技工业上面来说 不可否认它的确跟过去美国跟俄罗斯 或者欧洲都存在一定的这样的差距 这个是事实 那但是这几年它也透过 不管是从这个俄罗斯 那个采购武器 然后在采购武器的过程中 也那个跟俄罗斯某种程度 能够达到一些像这个技术 这个输出的这样的部分 也就是说你因为你很多东西 你原先你不可能说 你可能只会做步枪 或只会做大炮 或做一些基本的这个军事装备 你突然要去做出那些像那种高精准导引的高超音速飞弹 这个其实是两回事 这完全不同的故事 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有那种 把技术能够引进 而且这个引进之后呢 你不但要能够吸收技术 你还要能够吸收 要能够内化 成为你自己能够发挥的东西 这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才有办法得到这样一个产出 那现在整个印度来讲 它渐渐的开始具备了这样一个环境跟条件 那当然这个时候呢 印度当然面临这种情况 当然任何一个总理或什么都会有这样的雄心 认为说我们可以来做一些 这个国防自主的这样的事情 因为如果说你今天 以那个印度的这个武器 这个发展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 它从摆脱这个英国殖民以后 它很多包含像海上军舰啦 这些什么的这个 是直接靠跟这个英国过去把这个英国海军 这个泰鲁的船买一买 直接购买 对那后来呢 那个空军的这个建设 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比较靠 那个苏联这个系统 因为毕竟就是说 在地缘政治上面来讲 印度有它比较微妙的地方 就是它其实可以算是这种不结盟大国 就是又加上它因为过去 是英国这个殖民地的原因呢 所以它又在这个整个欧亚大陆上 某种程度来讲 面对对那个苏联 然后对西方的这个英国这个系统 有点左右逢源的味道 所以它过去的 继续请将军您如何看 现在的互信是不是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建立 尤其是其实印度总理莫迪第三任期 他接受采访 他还特别强调要跟中国大陆持续的对话 解决边境的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 好像都没有被解决 没办法解决 因为这个是结构性的问题 历史性的因素都一直存在 没办法 中国大陆跟印度 军级的谈判都已经二十多次了 因为军级谈判怎么会那么多 我们知道军级程度是相当高的 我们从排级 连级 营级 再就是旅级 当然有时候旅级上面是有团级的 再一次是师级 师长 一个作战师 在上面才是军级 军级很高了 进行了二十多次 没有达成共识 双方没有共识 没有共识就是彼此的互信不够 那不够的话 那这样子中国大陆就变成落实 它讲到中国大陆现在强调了实力原则 我把实力摆出来 所以才会有讲到小康春 六百二十多个小康春 是这个样来的 小康春它就是 现在中国大陆现在这样子 对于这个藏南地区 先囤肯 你小康春就囤肯 人过来嘛 人一聚集就囤肯 囤肯之后移民就过来了 因为我的小康春盖好了 我帮你盖好 然后你过来这边囤肯 那就是移民了 有移民之后呢 我们在小康春就变成 会有经济活动 那在经济活动 军队也在那边 变成军民一家 它附近有一些军事设施 保护这些安全 那前线还有前线 前线的设施是对了印度 这个我们讲小康春的军事设施 就是保护这些的经济上的活动 那这样子 经过了囤肯 经过了移民 到这边经过了经济上的活动 那这个就要军民交融了 而且我们知道 这个川藏公路跟川藏铁路 这交通很发达的啦 很方便 那边唯一的缺点 就是它飙高四千公尺 那中康春有的这人 当然要经过一阵子来适应 要不然会有 我们讲的高山症 高山症 因为那个气压相对的低 氧气量含量不够 但是你住一阵子之后 因为这个地方 已经可以有这些小康春了 大家久了也就习惯了 是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就落实在囤肯 那这样的话 军民在那边一家 公路也开通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川藏公路跟川藏铁路开通了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 印度的实施是什么 印度的实施是海洋战略 因为印度看到中国大陆有个短板 因为中国大陆是世界上 最大的人员进口国 那它的人员 又是依赖海上运输 从中东地区 不管从伊朗买的石油 伊拉克买的石油 阿联酋买的石油 还有沙特啦 我们叫沙特阿罗 买的石油 通通都要经过印度洋 从阿拉伯海出来 经过川普越中印度洋 然后进到安达曼海峡 那在中印度洋跟安达曼海峡 都是印度管控的 那70%是海运 都要通过这边掐住 因为人员线就是生命线 你打仗或者平常的这些 经济上活动都要人员 不光是天然气也要石油 是这个要 他抓到这个 你都要通过海上运输 因为海上运输是最大宗的 当然有油管通过哈萨克 跟那个我们叫中俄边境 但是那个量没那么大 油管运输没有 油轮大 油轮就一次运输 看运输多少吨 几十万吨的 一艘油轮可以运那个 我们讲的石油几十万吨的 大油轮是这样 我刚好在那边做掐住 你看他现在已经向东扩张到南海 为什么他 波拉莫斯特别卖给菲律宾 跟菲律宾上有海上的 这样子会有一些相互合作 相互合作之后 那中国大陆要进入南海 这个人员往北送的状况之下 他在印度洋可以做签指 马六甲海峡第二签指 南海第三签指 你看他有签指路线的 有层次 这个印度洋签指 马六甲海峡签指 南海签指 它是有层次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印度在这一方面 他是由海上来 海上签指 海上签指是最重要的 不是为了海权的争夺 是为了人员的控制 是 那最后一个我要去讲的 就是说印度 他现在他不是装置 中国大陆 他的真正的敌人 敌手就是我们讲巴基斯坦 因为巴基斯坦他们两个打过 我们叫印巴战争 打过三次印巴战争 以前的时候 东巴基斯坦就是现在孟加拉 以前的时候也是跟巴基斯坦一起 是因为第二次印巴战争的时候 印度把巴基斯坦给瓦解 是这样 所以他们两个有四仇 我认为印度最大的敌人 他不是中国大陆 还是巴基斯坦 因为他们边境上有这些争端 而且还有空战 我们在前几年下还有空战 最重要的时候是历史上的仇恨 当然宗教也不一样 因为印度是印度教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是回教 是穆斯林 又不一样 当然因为边境的纠纷 因为历史上的这方面的 这种战端 他们两个也是核武国家 都有 而且巴基斯坦 在核武上面也讲 我的核武器的数量 就是要比印度多十枚 因为它的地小 人也少 所以我们看 真正的印度的市首是巴基斯坦 其次才是中国大陆 好 除了关心印度的这些 和其他国家的政治上面的一些争议关系之外 刚刚庄金把我们讲得很清楚了 印度方面还掌握大陆的一个能源 特别是石油的一个经济线 我来稍微讲一下细节 因为呢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重要的海上石油航线 是被中国大陆在七成的原油部分 都被掌握住 主要就是因为它会经过这个麻六甲海峡抵达中国大陆 刚刚将军已经帮我们讲到了 但是呢 印度的海军目前控制在麻六甲海峡的重要两个港口 这两个港口包括了第一个安达曼群岛 好 画面上我们看到 第二个是尼科巴群岛 借此来阻止中国大陆的石油做一个运输 委员您如何看这两个岛真的能够掐住中国大陆的海上游路吗 这么做中方会怎么做反制 没有办法 因为就在安达曼群岛的北边 大概40公里处啊 有一个岛屿叫柯柯群岛 是属于缅甸的 这个岛已经租给中国大陆了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在柯柯群岛大力建设 有人说未来中国大陆在那边放什么 这个军事基地应该有的东西啊等等 所以安达曼群岛可能要伤脑筋 它的头顶上可能有一个很强大的军事武力在那边 而且这个跟这个缅甸所要给中国大陆的港口 前段时间我们讨论这个港口 缅甸要给它很接近 所以如果有从缅甸啊 那么送进去中国大陆的话 那这个有柯柯群岛的话 那印度也好啊 其他人大概就没办法了 因为那边打的不是海战 他们打的是飞弹战 那未来如果是中国大陆往南啊 还要再开辟一个 所谓克拉这个陆桥 或者克拉海峡 那那个地方的话 有了柯柯群岛的话 中国大陆海军也比较方便 那以中国大陆海军的实力 远远大于印度的海军实力 所以这个印度要构成威胁 不如说美军自己来 还比较实际一点 那在马六甲海峡 本来就是因为新加坡的关系 新加坡美军可以在那边 也自由进出嘛 所以美军控制马六甲海峡的 可能性还比较大一点 那在印度洋上面 要跟印度比的话 大概目前解放军还不是问题 美国导师要担心的是说 如果柬埔寨的云朗基地 也变成解放军的重要的海军基地 那这个美国其他的海上活动 就好像北边有个人盖着它 那个可能活动起来不是那么舒服 那未来新加坡当然会采取比较中立的啦 你说要阻挡中国大陆70%的能源进出 这个比例会未来会一直下降 下降的原因是说 因为俄罗斯也是产油国家 那俄罗斯要用什么方式 把这个油送给中国大陆 现在还在研究当中 那量可能不一定变 那比例的话 从马六甲海峡就会下降 那未来如果是 克拉运河也好 克拉这个路桥也好 能够顺利的话 那比例也会下降 我说马六甲海峡比例会下降 那如果缅甸那一条 石油的输送管道 或者天然气输送管道 可以更顺利的话 那这整个比例会一直往下降 所以中国大陆是有在 分散它的能源的攻击的路线 供应链的安全 所以这个我想中国大陆 要只是凭印度来反制 可能印度人就像那个 异方兄讲的 他们有这个想法 但是可能还是白日梦吧 好 所以要控制这个 马六甲海峡跟克拉运河 两个方案其实都会 中国大陆会用降低风险的方式 找到其他的方法 那委员您如何看 同一个问题 印度它在孟加拉湾 安达曼海真的具备一个控制力吗 还是纯属战略上的一个推演 我们先讲那个 这个所谓的安达曼 这个海 其实它叫缅甸海 有人叫它叫缅甸海 其实它非常大 它有差不多79.8万平方公里 是台湾海峡的 可能差不多13 14倍那么大 这是个很大的一个海域 那在这个海域有关的国家 就是临界这个国家 你看像孟加拉 然后像这个缅甸 然后像这个泰国 马来西亚 印尼 包括新加坡 所以你说你去 你要在这个海上 去控制这么大一个海域 然后我说其他国家 都不通声色 不太可能 尤其缅甸 刚刚志云也讲一个 他们叫做 角飘港 角飘港 中国大陆最近跟它签订了 99年的租借权 那个港口 你如果中国大陆未来在那边 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些军事的 军事的一些作为 在那个地方 你现在缅甸十分武裂 现在 你不管是谁最后会起的 缅甸的控制权 中国大陆在上面 是最大的影响因素 所以角飘港 你说它怎么样 中国大陆一定在那边 要有一些军事上的作为 那你刚刚讲到那几个国家 其实你再往下看斯里兰卡 汉班托塔港 中国大陆在那边 也是99年的租借权 它在那个港口 是有出现过中国大陆的一些 科研的船 但是科研船 其实很多都有军事任务的 你说未来 如果说你在缅甸海那个地方 你印度要很积极的作为的话 中国大陆这些地方 它都有可能会下手的 所以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海中是相通的 刚刚讲到像巴基斯坦 那边有一个港口 那个也是中国大陆的一个 可能是出口 它的力量也可以透过那个地方 往上走 进入波斯湾那一带 或往下 一样到达 这个 什么旋逻弯也好 说印度 这个所谓的 我们刚刚缅甸海一样 都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海洋是一个 很流动的一个观念 比如说你临近了一个大国 说我要控制这个海洋 然后这个海洋就自动归属于你 大概不是这么容易的 是 谢谢谢林委员的补充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今天首先带您来关注的 就是中印的问题 根据路透的报道 印度执法局最近他们以 打击金融犯罪 还有反洗钱调查 作为理由 逮捕了两名 Vivo在这个印度分公司的高阶主管 包括了Vivo印度公司的 临时执行长 还有财务长 那么Vivo印度分公司的发言人表示说 对于这次印方的逮捕行动 深感震惊 这给整个产业带来不确定性 事实上从2021年的年底开始 印度政府已经先后对小米 Vivo还有Oppo 这些大陆的手机大厂的品牌 展开了多次的突袭查税 而且以各种的理由 包括冻结了 还有扣押 这些公司在印度账户的资金 我特别查了一下 Vivo其实在2014年 他们就进入了印度市场 在2015年配合政策 就是Made in India 这样的一个政策就在印度建厂 最近可以说是三度遇到了麻烦 大家想问的就是 为什么是用打击金融犯罪 跟反洗钱调查的名义 来做这样的事情呢 我想这是印度方面大概对中期一贯的打压 都是用这两项罪名 那就像刚刚主持人所谈的 其实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前几大的手机品牌 包括2020年 其实我们看到华为就已经被查扣了 那再来当然这一次你所讲的 这一次的Vivo 但是Vivo来讲的话 其实它这一次查扣的 冻结它银行资产还不算太多了 因为它有冻结银行资产 然后还有包括所谓的 包括查扣他们的现金 还有甚至扣了它两公斤左右的黄金 可是你可以看到说上一次对小米 它查扣的金额是这一次的十倍 查扣的小米来讲 冻结它资产是555亿的卢比 大概是等同于什么 我们看它说大概是等同于 相信快要所谓的70亿左右的美金 那因此他们都是用这种方式 而且不仅是对手机业者 你刚刚所讲的手机业者 不管是华为 不管是小米 不管是Vivo 还是不管是欧宝 甚至什么 甚至连对很多的汽车厂 依附如此 你看大陆方面对于长城的汽车 连汽车都有 汽车也开始进行冻结 而且连特斯拉 特斯拉最大的竞争者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比亚迪 在中国 对比严格讲 他在印度 照样什么 照样受到阻碍 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比中美关系更糟糕的 大概是中印关系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目前为止 当然印度的策略的考虑 因为他们最常用的就是 要么是逃落税 要么严格讲非法洗钱 要么严格讲 对于什么 这等于是对境外方面的 所谓的这样一个运 金流 对金流上 进行查控 那目前为止 印度确确实实 在经贸议题上 某种程度 他确实是想跟中国 来进行所谓脱钩的 但是为什么要 针对中国大陆企业 还是说其他的国家的企业 它是一并的办理 我想因为中国大陆的企业 原来在印度方面 它是有相当大的 所谓的竞争力 那第二个 中印关系之所以来的糟糕 主要是从2020年6月份 双方进行边界的冲突 开始引爆起 那第三个 这个引爆起当中 现在印度第一个做的 就下架了大概中国大陆 将近300种APP 那目前为止 印度做调查 印度做调查 就45%的印度人 是不买中国商品的 有64%的印度的手机 是没有安装中国的 相关的APP方式 所以印度方面 对中国方面的打压 当然有相当大一部分 是来自于两国之间的 这样一个边界分歧 引发的民族主义情绪 那第二个 印度对中国很多企业 来进行所谓的打压 当然有相当大一部分 在去中化 那就去中化的背后 当然希望说 印度本身在供应链问题上 其实从印度开始 就从印度开始 到其他地方 都可以逐步取代中国 作为重要供应链 所以吴依老师来说 现在的中印关系 是比中美关系还要糟糕 那当然就在逮捕 这个Vivo高层的同一天 也看到印度泰伦加纳省的 新任首长 那么这是新上任的省长 叫做瑞迪 他会见了鸿海印度团队的代表 印度商业在线 这个媒体就引述了 高层官员的说法 说这个泰伦加纳省 正在试图要说服鸿海 到当地去设立显示器工厂 还有半导体封测厂 半导体工厂 电动车厂 还有笔电的生产设施 真的是一箩筐的 这个相关的一些基础建设 那么鸿海的新厂 今年5月 已经在这个加纳 加纳省 就是这个地方的 康加拉卡兰工业园区 举行了动土典礼 预计在明年5月就可以开始运作 而目前船出将会负责来生产 苹果的耳机等相关的产品 好 现在看到了印度 热情的邀请鸿海去设厂 也开出了一系列 他们这些工厂的愿望清单 在对照最近看到富士康 在中国大陆被查税 所以拉回到鸿海 这个企业的思维来说的话 分散风险的考量下 马老师您觉得 如何看待鸿海的布局战略 我想对于一个大企业来讲 这个分散 它的这个投资的风险 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那至于跟查税有没有关系 我觉得可能是两回事来看待 因为查税的结果 先前有传说要 说要罚这个非常多的钱 然后两万个足球场中的大土地 雷声大雨点小 对 但后来实际上 大概八万台币 就是大概两万人民币的罚款 其实非常对鸿海 这个企业来讲 富士康很小 所以我想鸿海的转移 这个印度并不是在 中国对它的查税考量 而且中国大陆现在其实 需要台资留在中国大陆 大概也不会用赶的方式 但是对鸿海来讲 这个赚钱的地方 它必须要去 所以今年度一开始的时候 它公告了几个地方 是它投资重点 一个是越南 一个是墨西哥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印度 那印度今年比较特别 是鸿海增资了500亿新台币 投资在那边扩厂 那这个我觉得是配合它 作为苹果供应链的一个布局 因为苹果未来可能有25%的组成成分 必须要在印度生产 所以我觉得鸿海是 与其说它是分散风险离开中国大陆 我觉得反而是扩张它的版图去 移往印度 我觉得这个思维模式应该是这样 然后这个中国大陆现在有1.48兆在去年 就是鸿海整年的这个营业额1.48兆的人民币 那这个占了鸿海整个营业额的70% 所以我觉得它从中国大陆 还有76万的员工几乎不可能移动 那只能用一种扩张 就是比这个更大的概念去移到印度 我想这是未来一个趋势 也就是这两年听到这个China Plus One 这个对于厂商来讲的话 不只是鸿海 那但是我们刚刚拉回到鸿海这边来讲的话 是说老师您觉得 它在印度这边也会设厂 在中国大陆原本的厂也会留着 但是在比例上您觉得会有什么样一些调整的变化吗 其实鸿海在考虑单一市场 或是单一的这个生产地会有风险 其实这几年来他们都在讨论 所以他们对中国大陆的依赖的确是高 所以他们的高层我相信是 在做全球的这个分散布局 那这一次因为我比较不相信说 去印度大笔投资是因为查税 因为这个布局很早以前就做了 但是我相信在未来 因为中国大陆碰到老年化 然后它的缺工的问题 还有经济内需不足的问题 这个我想都会刺激鸿海道 找寻海外更具潜力的地方 我相信会加速他们的布局 OK好 印度又是怎么看呢 印度杂志今日商业这本杂志就报道说 曾经担任过印度的前央行总裁 目前是国际货币基金的首席经济学家 叫做拉加恩 他最近受访的时候也提到说 由于中国大陆可能会对台湾动手 所以我们意思就是说印度应该要做好准备 但大家想问的是到底是做好什么准备 那么拉加恩还说偏极权国家的问题 就在于说凡事都取决于领导人的心思意念 所以他也不忘提醒印度本身 不要效仿中国大陆的战狼外交作风 可是印度的外交作风有偏战狼的倾向吗 我问纪文兄一下 这位经济学家说 印度要做好准备 是指要做什么准备 这个准备很明显 就是这几年中美大国竞争越来越烈 美国本来喊着说要脱钩 那这个工艺链脱钩 这是美国之前喊着震天驾响 后来修正了一下 他参考了欧洲建议的说法 就是降低供应链的风险 尤其是战争所影响供应链 对于各国影响很大 而且众所周知 目前中国大陆是全世界工业门类 最完整的国家 那整个国际经济贸易 还有制造来讲 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供应链来源 因此这样的一个供应链 要给它降低风险 印度势必要做好一个接盘的准备 特别是这几年一些国际的 一些重要的场 尤其是美国所强调 半导体我部分都要移到印度 那印度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吗 它的基础建设 人才的培育和库存 那还有相关法律的一些规定等等 是否能够有效的承接 供应链转移到印度所需 我认为它是给印度政府提的个醒 我们遇到一个对印度来讲 一个良好的机遇期 在各国纷纷要调整供应链的状况下 我们更应该做好准备 承接中国供应链分散 所带来的商业的机遇 但我认为就目前来看 整个印度其实它很多地方还是很有缺失 特别是基础的建设不够 比如说供应店 还有高素质的人力 还有相关的法律规定等等 那我必须说 它还有很多加把劲的地方 至于说印度的外交 我认为印度的外交 其实从未让大家感觉到 所谓的藏蓝 战狼 反而大家觉得 这个老狐狸的外交风格 非常的明显 印度讲说 他们觉得台海危险了 这话中是有话吗 您觉得 我认为台海的风险 就外国人来讲 确实感到风险 就像我们看朝鲜半岛 我们也觉得朝鲜半岛很危险 台湾这边不觉得危险 我们自己反而已经习惯 就像韩国人习惯朝鲜半岛 就是闹来闹去 常常在一些针对性的军演 但事实上就当地人来讲 我认为感受度可能更不一样 但印度对于台海的想法 我觉得和美国和欧美 很多智库 很多学者专家 我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那至于说 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认为对印度是有利的 特别刚才讲到 供应链分散 所给印度带来的机遇 我认为印度这几年 确确实实要尝试 抓住这个机遇 扩大它商业的版图 但就像齐文雄刚刚讲到说 机遇来了 可是你到底能不能够承接 这也是一个问题 尤其是印度的基础建设 到底成熟了没有 好 那现在大家在想是一个问题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到底谁能够最了解 中国大陆中央 也就是习近平个人的想法 因为从刚才 这位印度央行的前总裁 他的话中就可以听得出来 没有人在了解 也不知道习近平的心思意念 那就连 不要说是印度了 就连美国自己也不知道 《华尔街日报》 最近就报道说 十年前 北京方面的反间谍人员 他们有计划的围剿了一个 为美国中情局CIA工作的 中国线人网络 使得美国在中国的情报网瘫痪 而根据这个报道是说 当时有二十多名 向美国提供情报的人员 被处决或监禁 甚至还包括了一些 中国大陆的高层官员 在这之后CIA仍然难以重建 对中国高层的情报搜集能力 这留下的情报缺口 也使得美方对于中国大陆领导人 习近平以及习近平旁边 这些核心的人士 在台湾等关键安全议题上面的 秘密商议的了解是非常有限 讲白话一点就是 很难知道习近平和核心人士 对于台湾问题 要如何处理他们真正的想法 好 可是问题 第一个就是这个时候 为什么CIA要大张旗鼓的 透过媒体来把这个消息放出来 如果这个消息真的是这么的机密 这怎么样来解释呢 我想第一个 2018年其实美国媒体就报道的 从2010年到2012年 有将近30名大概CIA的人士 在中国大陆遭受到处决 这第一个 所以这个也不是什么新的新闻 这是重新再炒这个冷灶 那第二个 此时此刻这样的报道出来 我相信有几个重要的议题 第一 CIA想要凸显什么 想要凸显说 对中的情报工作 至关重要 有它的重要性 可是呢 这个情报工作在过去当中 遭受到重大的挫折 遭受到重大的迫害 因此如何再重新重建 如何再重新部署 有它的必要性 也有它的迫切性 第三个 又有所谓重要性 又有迫切性 又有必要性 当然相当大一部分 两个嘛 为自己增加更多的预算 也能够找到正当性跟合法性 以及为自己采取必要的作为 也能够采取一些 更赋予它合法化的基础 跟正当性 所以应该它是基于所谓多重的考虑 所以你就可以看它说 它这个评估当中 局长的报告当中讲得很清楚 它说面临到的 现在面临到的困境是什么 它中国大陆现在用全部都是用什么 用所谓社会有效的监控 用AI 用全身忍忍辨识 来进行这样一个监控 大数据的分析 因此让情报工作会变得非常困难 可是第二个 它不能只讲困难嘛 它讲说也有机会 不管是不是真机会假机会 它说由于大陆方面目前为止 很多人对现状是不满的 那不满的来讲话 从情报部署 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所以我相信说CIA重新凸显这个问题 第一个 他们凸显说 中国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威胁者 那第二个 中国对于所谓美国的威胁很大 因此CIA有它的所谓必要性 有它的破裂性 不管是在预算的争取 乃至于在有效必要的作为上 赋予它更多的合理化基础 CIA的前台词就是说 我们需要子弹 因为钱不够 所以很难做情报工作 不过对照先前美方曾经掌握过 像包括中国大陆这边的火箭军高层 还有包括防长可能出现大清洗的 这样的一个情绪来看的话 是不是代表说CIA目前对于中共高层的一些重要资讯 还有一定能力的程度的掌握呢 我想这个问题我们还是 我比较倾向于相信CIA的能量 它仍然是全世界最强的一个情报机关之一 我觉得以现代的这个情报收集 它的方法跟过去冷战时期已经大不相同 过去要透过人 人记得交流 人记得这个交往或买通 它才有办法得到情报 但现在的科技实在太进步 你看2007年美国的临近计划之后 它几乎可以监控全世界每一个只要你上网的人 基本上你用的是苹果的OS 或者是Microsoft的OS 它都有办法把你的笔电手机的荧幕 或收音设备给打开 所以我觉得对美国来讲 它的情报部门想要掌握这个中共高层 除非它不用手机 所以我觉得这个情报思维 可能做法已经不太一样了 这个会让我比较倾向于相信 美国CIA其实还是有能力 对中国大陆内部的情势 做一定程度的掌握 了解 讲到军方的人事异动 昨天我们特别关注了 就是最近晋升上将军衔的胡忠明 他成为解放军的海军司令 在这个消息公布之后 《世界日报》就提出了他们的质疑 他们认为说 为何在这个胡忠明之前的 前任的海军司令叫董军 会被撤换跟取代呢 因为董军在2021年的8月 才升任海军司令员 他是1961年出生的 今年才62岁 算很年轻的 也还没有到退休年龄 但是不到两年就卸任海军司令员 当然也引发了关注跟好奇 当然也被《世界日报》就提出这样的质疑 不过董军为什么会 才不到两年就卸任海军司令 是另有重用 还是有其他的规划 这个原因要怎么样来解读呢 照理说他按照他的资历来讲 他可以干到65岁 但是才两年就被提前换掉 显示他这个任内过去可能存在重大的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可能很多啦 包括风际问题像贪腐 或者自己个人是不是这个 这个私人道德方面 或者你在建军备战这个职务上面 是不是犯了很大的过失 其实大家也都感到好奇 就是解放军海军到现在 这几年这个船舰 新型船舰下水搅拌 比如说航母越来越多 福建舰都已经下水 准备要海市 那另外他075这种氧气攻击 连第四艘都下水准备西装 那此外这种水面舰 我们看的这个整个海军的事业 风风火火 但是今年大家依稀记得 8月份曾传出一个 重大的一个事件 也就是据说一艘093型 核攻击潜舰在黄海失事 这个失事还造成上面的舰员 包括舰长全部殉职 当时大家还觉得 这个事情真的假的 而欧美方面的媒体 其实后来都陆陆续续报道 然后加了很多情节 感觉到好像煞有介事 但从这个人事的变动 就让大家高度怀疑 会不会和这个事件有关 也就是前舰发生重大这个事故 那你相关领导人是不是要负责 特别我们知道 这个解放军军改以后 他所强调叫军委总管 然后战区主战 然后军种主舰 因此你的舰军备战 平时这个训练完全是军种要负责 因此这个前舰这么重要的国之大器 这武器装备 如果发生这么严重的意外 你海军失利 你是不是要负责 我认为很可能这件事情 是导致董军提前落马 而之前这个接任的这个胡大明 没有 胡忠明 他是这个海军的参谋长 他之前的这个职位 有担任过北海舰队的司令 而且他本身是前舰部队出身 因此由他上来 把前舰部队这个缰绳给他拉紧 然后这个避免以后 重大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 而且让你整个装备士气训练 能提上一个更高的台阶 我认为它的出现 或许有这层意义 理解 好 等一下回到节目呢 我们要来关注另外一个 现在局势也是不断在升温 而且紧张的地区 就是在南海 好 接着我们来关注新的是 中国大陆和印度之间 这个直飞的民用航班 每月增加超过500班 但是呢 从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双边的关系急转直下 甚至引蓝了1962年以来的 最大规模边境冲突 目前双方直航到现在呢 都还没有能够恢复哦 导致中印的民众 他们在搭飞机的时候 这时间啊 从六小时以下 变成大增到十个小时以上 针对此大陆的官媒也发文指出啊 世界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 到现在都没有直航的航班 他说认为啊 是极不正常的 并且指出印度要自己 主要就是被自己的要价 心态所主导了 所以呢 他示警说 印度现在仍然是继续的拒发签证 拒绝恢复航班 但是我们印度这样做啊 中国人是大可去别的地方来经商和旅游的 好 针对这个直航 现在看起来中国大陆叫印度更感兴趣 但是印度又为什么这么不积极呢 有印度的官员 他这边特别提到说 是因为中印边界的问题 但是大陆的官媒 环球时报 我们刚刚看到了 他就是批评 他认为说印度对大陆是一种要价 要挟的心态 上次哥如何解读 现在其实中国大陆在讨论印度 都只是会称他们叫老赖 老赖皮的部分的意思 就是说真的是非常负面的形容 无论民间或者是官方私下 其实大家都这样讲 所以在这概念上来讲 当然印度的外交部刚刚看到了 他已经正说 一切都是因为边境 中印边境的问题没有处理好 话虽如此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来讲 其实特别是牵涉到直航 而且不止直航 还有签证 当你签证 都不给你就表示说 你绕来绕去 你也进不了印度 所以所谓这个直航的部分 影响的部分 当然还是中印两国的部分的经贸 目前为止 我们现在只看到 大概就只有香港飞 印度直飞当中 一个礼拜才七班 那么多人要去印度做生意 然后香港一大堆印度人 他们自己回家 大概都坐满了 都不够做 所以这个部分现在变得其实 对不对 在印度当中有投资 就非常痛苦 所以这里头 是不是刚刚讲 有什么要挟之处呢 到底要谈些什么呢 所以这个部分要知道 其实最近来讲 我想印度在最近 整个跟中国的关系 这些年来 那么竞争 竞合跟合作 但不得不是说竞争 远大于合作 当然印度就是个 非常非常聪明的贼的民族 一方面来讲 它在整个美国印太政策 战略上来讲 跟美国站在一起 还在经典也都去 可二方面 在中国大陆主导的 金砖国家里头 印度又是非常重要的 里面的部分的角色 所以在这里头 两国人口都那么多 那么中国大陆 当然现在制造业 各方面来讲 是远胜于印度 但你不得不说 印度在这几年 包括房地产 包括股市 表现得一塌糊涂 那么外资投资 也非常多 而外资投资 你不得不说 其实最早就是 中国大陆过去投资 而且在这里头 像中国大陆的手机 在印度卖得很好 去年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认为是一个指标 去年中旬的时候 对于小米 小米手机 上面一家 印度直接 等于是总统那边 他莫迪 他直接就要求的部分 这个印度政府 一度扣了小米部分 在印度的资产 48亿人民币 当然折冲折冲 最后还是都退还 因为查小米 没有逃税等等的 但就知道 印度就是很在意 你不能来印度 赚我的钱 你赚我的钱 一毛钱都不能回你中国 当时有些争议性在这里 当然而且在这些年来说 当美国方面 美光 你叫半导体的大厂 美光在印度投资 30亿美金 这个规模之后 印度慢慢开始 没有把中国的投资 放在眼底 它更多外资的部分进来 而且最近外资 也是印度股票 股市当中最大的动地 印度市场也慢慢起来了 所以他们对中国 没有像先前几年前 那么需要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刚刚讲这种竞合 竞争跟合作之间 确实凸显出边界问题 如果没有解决的话 一切都可以拿来当理由 但是印度 结论就是 它现在就掐住签证 掐住执行 不让你中国大陆 持续透过印度的劳力 或印度的任何的市场方式 赚到钱卡你脖子 希望能够 你说它是真的要解决问题吗 解决边界问题吗 恐怕也不进来 好 现在印度方面 在经济上有了替代方案 也就降低了对中国大陆的依赖 不过另外一头 我们来看到政治上 持续看到总理莫迪 他在六月初连任之后 他也罕见的在社交平台上面 和赖清德总统隔空互动 声言他很期待 印台之间可以建立 更紧密的经济技术伙伴关系 那莫迪发文的时候 是避开了赖清德总统 这样子的一个头衔 但是也希望借此台湾牌 来增加和北京交手的一个筹码 所以现在这边又成为了 另外一个筹码吗 银悠老师怎么看 与其说是增加筹码 不如说其实现在莫迪 他会希望的是 在他这个新的任期里面 先去为他做一个铺路 或者是我们讲是 他的一个新任期的起手式 他跟中印关系之间的 一个起手式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 因为其实他今天是使用一个 非正式官方的个人账号 来去做一个宣传的话 来去做一个互动的话 他其实并没有去违反了一个 在国际上面的正式外交关系 在台印跟中印之间的 一个互动关系 所以他其实会用了一种 我们常说一个 所谓的一个另类的方式 去增加他的筹码 会增加他跟台湾的互动 但是他其实真正要做的 有可能你只是 网络上面发一小段文章 或者发一小段话 但是在日后会不会有可能 在其他的 不管是签证也好 航权也好 职航也好 有更多的一个互动跟让步 那我会认为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对印度来讲 对他来讲 现在最大的威胁 或他真正的一个矛盾 或有冲突的国家 其实不会是中国 而是巴基斯坦 所以其实真正我们可以去看到 中巴之间的一个铁盟关系 中巴之间的互动关系 这一点是远超于中国跟其他国家的 甚至巴基斯坦跟他的军事合作 那这一些对印度来说 绝对看在眼里 那今天对印度来讲 他先跟台湾有一些互动 是不是为了让他之后的任期 可以跟中国有更多的谈判筹码 那这个台湾筹码 倒不是说中印要如何改善 或中印之间有什么样的新发展 而是希望今天在巴基斯坦这个地方 或许中国这边有一些新的让步 或新的调整 这个其实才是符合真正印度的一个大战略 好 我们持续来看到其他在印度方面 他最近在针对中印边境的部署 也开始做了其他军事上面的准备 他在原地扩编了一个集团军 那根据了军事专栏这个报导 我们画面上特别持续来看到说 会在北部的重镇 这个地方叫做勒克脑的印度陆军中央司令部 下令准备呢 要在北部北方邦的这个地方 叫做巴雷利地区 新建一支部队翻号18军 那印度的知名学者也公开了 印藏边境警察部队内部报告揭露说 印军现在规定的19个未来中印 都可能会发生军事冲突的敏感点 作为预设战场 在这边他持续的强化是兵力的调配跟部署 大陆的专家也分析如果中印真的爆发冲突 那么将会大陆针对印度的部分的众生进行打击 都是在解放军可以控制的一个远程火箭的射程范围之内 我们要来持续看到的是中印边界的问题 现在看起来是实际上只用冷兵器没有使用枪炮 那么是双方都避免擦枪走火再让这个态势升级吗 接送老师怎么看 没有错 目前双方虽然都在强化附近的军力部署 但是在冲突的时候也是严格的限制 不能带热武器 那这个目的我觉得最主要现在的状况是 因为中国大陆在2020年的时候 它其实是越过了印度所主张的实际控制线 然后去占领了拉达克地区 班公湖地区 那经过一番的冲突之后 中国大陆虽然从这个班公湖的周边稍微后撤 但实际上它还是占领了 它还是占领了一个叫德普桑平原这个地带 并没有撤走 那现在中国印度跟中国大陆 现在就是针对这个 中国大陆军队在德普桑平原的驻军是否后撤的问题 不断地在进行相关的一个谈判 那我觉得对印度来讲 它当然是希望就是说 中国大陆可以撤回 从2020年所占领的德普桑平原撤回 最好撤回到印度主张的1962年实际控制线的后方 那中国大陆是认为是说 它现在已经在这个实际控制线的前方 比较接近中国大陆在1959年主张的边境 所以中国大陆当然现在不愿意走 那双方在这里部署重兵的原因 对印度来讲 它当然是要防止中国大陆继续采取这个扩张的动作 占据更多的地区 然后呢更接近它的1959年 它所宣称的一个边境线 所以印度是要防止中国大陆采取进一步的动作 那中国大陆这边当然也是要避免 印度也许真的不耐谈判 就片面地采取一些军事行动 或者在边境上一些状况失控 导致这个区序域的军事冲突 所以中国大陆也是想要吓阻这种情形 所以现在双方才会在 不断地在那边增加军事部署 增加这个火力投射的部署 但是在前线呢保持一个节制 那我觉得主要的背景已经是这样子 好 这一节我们来关心上个礼拜呢 中国大陆和印度的外长才在上合会呢 就中印边界问题交换意见 两个人似乎是达成共识说 接下来我们要透过外交啊军事来解决共同的问题 就是边界的问题 好 现在看似好像已经逐渐缓和了 但是又有说来自于美国的这个黑色天空 商业摇杆公司的卫星发现说 解放军在中印边界的这个班公湖 北岸中方的控制区域呢 是被发现了说在建造一大批的这个大型设施 根据报导说 美国认为解放军的这个基地 可以存放大量的坦克装甲车来进行大型的这一些装备的维修测试 并且存放燃料 弹药 而且呢 说这个基地距离中印的边境啊 非常的近 只有大约十公里而已 另一头呢 商业卫星的图像还显示说 解放军空军在西藏的日克泽机场部署了六架歼20 还有一批的歼10 中国说呢 我们的歼20出现是在机场作为高原飞行的测试 但是印方怎么做解读 印方则是认为说是为了要应付印度的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头印度同样也有动作 正在计划斥资10亿美元来加速在印度东北方 还有中国大陆交界的阿鲁纳查审这个地方 也就是中国主张是西藏南部的一部分 来打造12座的水利发电厂 我们看到2020年以来 中印两国在边界爆发冷兵器交锋 造成了20名印度士兵至少4名解放军死亡之后 两国持续在边界希望一直在做改善基础设施 还有步兵看起来我们看不太出来 中印有想要缓和边界的一个紧张的情势吗 汤老师怎么看 这个中印的问题主要是从清朝开始 为什么呢 就是说清朝那个时候叫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 那个革命党国民党就是 它还谈出来的口号是什么 驱逐达鲁归附中 达鲁就使得西藏的这个问题爆发了 为什么 因为西藏人认为他也是达鲁 他是跟满族人一起进入到中原来的 那好了 那这个问题一来 那这个西藏呢 他就该做什么呢 因为印度士兵那时候是属于英国的 他就跟英国呢 打成一个什么呢 割地求保的一个协议 叫做西姆拉会议 1914年 好了 那就说我把一块地送给你 然后你来保护我 那这个东西呢 中国政府从来没承认 所以说这个问题呢 就一直搞到今天 而在1960年的时候呢 中国跟当时的苏联啊 那 当然当时的印度啊 还因为这个事情还打了一仗 结果 这一仗 非常重要 为什么 这一仗打完了以后了 当时的苏联是站在印度那一边 那使得中国跟苏联的关系啊 那就 更恶化了 那所以说今天这个苏联啊 为什么跟印度那么好 就是远交进攻啊 因为你是在南边 在中国的南边嘛 那如果说你可以来抵制中国的话 那当然跟 对当时的苏联来讲 是非常有战略意义的 好了 那这东西就使得 苏联 还有现在的俄罗斯呢 跟印度在军事方面啊 他们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密的 这有点像这个越南 跟这个当时 这个俄罗斯苏联的这种关系是一样 那所以呢 现在 那你说 这个中国跟印度之间 对于这个问题 要怎么解决 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中间牵涉到这个 九万平方公里的 这个原本是属于印度的土地 结果他因为求保 所以说他就 搁给这个印度了 那所以现在呢 那你说这个问题要怎么来解决呢 非常非常的复杂 不过他们达成一个协议 他说我们啊 不要用热兵器来对抗 那就回到什么呢 就回到时期时代 对 就用这个拳头啦 狼牙棒啦 什么用这种方式来对抗 那所以说他的死伤还算比较少 你们二十个人 应该四个人 那可是呢 现在当然就是要看说如果双方之间在整个全球的这个国际情势的这种影响下是不是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缓和的迹象 那当中呢 俄罗斯的角度 俄罗斯的这个角色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俄罗斯现在跟两边啊跟中国跟这个印度啊关系都很好 那现在呢是不是用这种情况来加以利用的话 那中印之间是不是可以达成什么样的协议 我想现在双方呢都有这个意向 他觉得说这个问题应该要解决 可是很难解决 那可是呢要看看中国跟当时的这个俄罗斯 他们怎么解决边界问题 他们有四千公里啊 他们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交换 他说这块你有这意 那块我有这意 咱们来个交换 那可是现在这个啊 很难很难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有九万平方公里啊 已经割给印度了 那你说你叫印度把它吐出来 这个东西太复杂了 那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种情况呢 现在就是好好坏坏 高高低低 那就要看 看说双方之间啊 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更好的方法 来进行谈判 那不要把这个情势啊 让它持续恶化 我觉得这个就已经算是不错了 好中印问题难解 那现在如果加入一个俄罗斯的角色进来 会变得更复杂吗 因为现在中印难解嘛 俄印的关系又很好 最近领导人包括了莫迪啊 还有他这个俄罗斯的总统福丁 两个人见了面了 搂搂抱抱啊 说彼此是最亲爱的朋友等等 我们先来看说 那中国大陆在这当中的角色 未来中印之间是不是更难好了 建长怎么看 介大使怎么看 对不起 其实我倒不会这样看 我觉得正好相反 因为俄罗斯现在它在国际上 它在搞它的这个盟邦体系啊 那中国大陆是最重要的一个这个伙伴啊 另外就是就是印度 所以事实上的话就是说 俄罗斯从过去上 它跟中国大陆在敌对的时候啊 它用这个这个印度啊 作为针对中国大陆的一个杠杆 那所以说啊 用连印至中 那现在的话 俄罗斯战略已经改了 俄罗斯必须要它的这个阵营啊 下面是团结的 当然啊 俄罗斯现在你可以看出来 它在国际上是比较孤立的 可是它还是有很多朋友 就以地缘政治来讲 当然就是过这个就是说中亚啊 这个就俄罗斯 苏联时代的这些啊 加盟共和国啊 哈萨克斯坦啊 这些啊 这些中亚五国啊 这是它很重要的一个啊 一个重要的安全的支柱 维系它整个啊 半壁江山的稳定啊 再接下来当然东边就是中国大陆 那中国大陆还有再加上朝鲜 印度也是它很重要的一个 传统的盟友 当然在这个阿拉伯 阿拉伯世界它有叙利亚 还有其他的这些盟友 可是呢 现在对俄罗斯的战略来讲的话 是中印能够怎样 都维持一个 可以接触 可以共存的一个关系 是比较好 这个整个对俄罗斯来讲的话 它战略第一改了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两年前中印边界 比较紧张的时候 对 有两次拉夫罗夫 它出来调停 哦 俄罗斯出来调停中叶的冲突 希望它不要扩大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在这个俄罗斯目前是唯一很可能啊 唯一会希望中叶在边界冲突 事态不要扩大的一个大国 其他所有的国家都希望中印 关系越来越差越好 那么你要有冲突的话 这个中间灌 灌就是说等于这个好 这个散风点火的话 有的是日本也希望啊 美国也希望啊 对不对 整个欧盟也希望啊 他们都希望中国跟印度的关系继续恶化 那所以我觉得 现在中印度跟俄罗斯关系 良好的情况之下 反而对于中印关系的稳定 我觉得是有利的 OK 好 看完这个关系 中印二的关系 我们来关心的是军事上面 印度的空军过去呢 引入是阵风战机 对抗中国的歼20 那现在连印度的海军呢 说也要来选购法国的 购买这个阵风M的战斗机 作为新一代的舰载机 并且呢 做了一个宣誓说 性能是优于解放军的歼15的 县长怎么看 首先我上次曾经讲过 中国大陆的战斗机 大概分重型 中型 轻型 这三种 它是仿造美国的F-22 F-35 F-16 你看它的大小 重量都有差 它的战力也都不一样 所以你知道中国大陆有种 重型的是歼20 中型的是歼35 再来轻型的是歼10 那这次 这个印度啊 说飞机怎么样 它可以比 这个歼15还厉害 我先不要说 是不是真的厉害 你有没有想到 你在跟谁比 你在跟一个人家 一个比较低阶的比 歼10 可能它真的比较厉害 歼10是一个相当于 这个F-16的飞机 但是歼35呢 你比得过吗 它比不过的 歼35是引擎的 歼20更比不过了 飞机不像一个陆地的东西 就在这里不能动的 我今天这个打不过你 干嘛我就一直拿这个来跟你打 我立刻换一个 能够打得过你的 我这个如果说 它就算真的能够赢过歼15 我能不能拿歼20来 我拿歼20来 就完全不是对手 所以你怎么会拿一个东西来跟这个 我赢它 你赢它有什么用 我还有好多更好的呢 这是第一个 我觉得这个比法就是不对的 第二个我一直觉得 很多都在忧虑 印度崛起 因为它的人口要超过中国了 会威胁到中国 我从来不这样子认为 这个念头从来没有出现过我脑袋 为什么你知道 你去想一个问题 美国底下有一个莫斯科 莫斯科 你想想如果莫斯科跟美国一样大 人口一样多 你认为莫斯科会不会威胁到美国 不会 为什么你知道 纬度 美国的纬度是比较寒冷 莫斯科是非常热的 你在拿那个世界地图一挪过来看 你就发觉中国跟印度是一模一样的 印度正好在底下 中国在上面 它单是温度 它就把整个民族给限制住了 你的勤劳度 你的工作态度 等等 好多你知道 这个这是上帝画下的巨子线 它不可能威胁 单从纬度来讲 第二个你说它人口很多 人口多对一个有用的人口叫做人口红利 对没用的人口叫做人口包袱 中国印度刚好是人口包袱 为什么你知道吗 大家去Google一下看看 或者到YouTube一下看看 什么叫做印度的阶级制度 如果你了解印度的阶级制度 你就会知道 任何一个社会 有这样不公平的社会制度 在这个国家 我认为它会 叫做富强的几率 少之又少 我以前讲话可能很武断 但是我现在稍微讲了客气一点 就是在我有生之年 我绝对看不到印度会赢 中国不可能 是 谢谢建长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地人政治 内政之间 战略价值 产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共新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带动 全球观点 尽在环球发展前